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观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幸福早点明,充满都讲回来 现在听说很晒在乎 刚才回的时候,一路上风很快的 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然后,看到这个疫情的新闻了 我跟你讲,我笑到现在还没听 哎呀,笑到现在还没有听 原来一切都是阴谋 各位观众朋友,准备收拾心情 可能Sarovat会先损了之后 应该就是全国大损了 因为他们找到胜利方程式了 现在全国大损一定会大胜 他找到这个方法 而且很灵的 所以这一次反对党的西蒙他们输了 他们耿耿于怀其中一个原因 我们支持西蒙的网民到现在还在讲 放心,你们看我这期节目 这一期我帮你们把这个话讲完 大家耿耿于怀于低投票率 今天我就把这个低投票率跟你讲清楚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吧 各位观众朋友,这里已经是最终的成绩 国阵大胜,国门拿两个,西蒙拿五个 关于安华,关于什么 我们已经在前一期的节目 刚才在马六甲的时候已经讲得清楚了 大家可以去看 然后呢 哎哟 立刻跟你少一千,昨天五千吧 今天跟你来四千八百五十四 我看到这个,我笑到现在 明白了啊 终于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先看一下清华 清华说 低投票率就是西蒙失败的原因 林北的孩子也讲了 你看,低投票率就是失败的原因 现在连丁丁丁呢 国门那些也开始睡不醒了 那也再这么讲呢 低投票率呢 就是那个影响 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国门的事其实成绩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虽然他没有拿到这么多 只拿两个席位 但是他的票其实非常多啊 所以投票率呢 65.85 之前前一届呢 那个前一届大选的时候呢 那个是80%少了15%的那个票 然后呢 投完票呢 马上跟你蹦 而且今天是星期一公布的是星期六的数据 星期六通常还不会降那么低的 明天星期一呢 就会降很低的 啊 哎 各位观众朋友 看到现在 你们清醒了没有啊 啊 人家就是拿疫情来吓人啊 吓到你们不敢投票啊 我甚至可以跟你讲啊 这15%没有出来投票的呢 啊 很多 这15%呢 几乎全部的都是被疫情吓到的 都是被疫情吓到的啊 啊 然后这15%呢 我也可以跟你保证了 啊 我个人认为呢 全部会投新闻的 全部会投火箭的 这15%的票换下去呢 结果就不一样了 啊 然后呢 被什么吓到 被疫情吓到啦 啊 哎呀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没有看我 其实讲老实话啦 我又不是马六甲人 那马六甲选举 关我什么事啊 你看 我的特地从KL驾车去马六甲 我纯粹去抽热闹的 我没有讲破罢了 就是说你看 哎 我们都去马六甲了 我去马六甲 支持一下三家买东西 逛逛街啊 这样子都 都来了 但是很多马六甲的损名呢 支持希盟的损名呢 投票站其实就在你家 你连驾车都不用驾 走路都可以走得到 就是不要去哦 啊 就是之前被人讲到 哎呦 疫情很严重啊 啊 所以 其实整个东西呢 整个整个炒作的 你看上个礼拜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 上个礼拜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哎呀 我们中极了啦 谁敢出来投票啊 谁敢回到马六甲就投票啊 啊 结果我去马六甲看 这个马六甲一切都正常的 什么事情都没有啊 啊 是不是我都拍一些 那个街上照片给你们看了嘛 啊 都没有事情啦 骗了 就是骗到你们啊 希盟的支持者不出来投票啊 啊 那么会投国证的人怎样 你跟他讲疫情很严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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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严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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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一定要投啦 死啊 死就死过啦 投啊 国家重要啊 人民重要啊 国阵的支持者就是这样子的 老洛并长通通出来投啊 所以 关于希盟的支持者 除了疫情是一个原因不出来呢 还有其他原因 我们在前一期已经分析了 很清楚给大家知道了 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些新闻 那里有SOP 那里有SOP 你看这个国车 所以过后会爆发 会爆发 也会爆发的啦 所以跟你讲 你们就骗了啦 他之前就是拿疫情来验你 所以他抓到这个方案了 所以现在对了啦 对了啦 所以人家俗里主席 就是乌统老二跟你讲 趁胜最近马上进行中央大损 然后呢 再叫凯里 再讲这种话 哇哟 啊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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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第四波疫情要来了啊 哎 大马第四波疫情要来了啊 哎 你们小心啊 等下呢 很多网民就来了 哇 唐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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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诗怎样啊 搞到人民不敢出来啊 在那里敢出来投票 你不出来投票 他赢啦 赢到完啦 他这个批诗呢 自胜批诗 必胜批诗 他只要叫凯里继续搞这个东西 继续搞疫情的 你们就不敢来投票了 你看他现在犯这个新闻出来的 哎 他说 最近11月呢 缓生的呢 大多数都是接种科型疫苗的 这个又是哪来吓人的 你们还看不清楚啊 打科型疫苗的人多数是什么人啊 我个人认为呢 多数都是会投票给新萌的人 多数是投票给火箭的人 多数会支持新萌的人 所以他现在就跟你讲了 啊 科型疫苗很危险啊 打科型疫苗啊 这是死这样多人啊 啊 所以 吓到科型疫苗的那些人呢 不敢出来投票了 啊 一切都是阴谋啊 现在跟你讲搞清楚了 拆穿了给你看啊 所以跟你讲啊 他们讲说低投票率是这次失败的原因呢 这些反对胆的政客呢 我劝你们做多一点功课啦 你们不把话讲完 我这期节目把话讲完给你们 你不要讲我我没有办你们了 现在呢 子弹我已经送给你们很清楚了 啊 啊 啊 现在又来了 那个sacarmat那边很严重啊 哇 11件了 11件就要被关闭 嗯 他又来跟你讲这个东西咯 啊 这个就是叫你不要出来投票咯 啊 啊 纯粹拿来吓人的啦 啊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反对党的部分呢 那之前我们讲那个安法 现在在推克No.1 几乎所有人都叫他下海 而且都是西蒙的支持者 还有很多中间摇摆手铃 我们这种中间摇摆手铃呢 都认为呢 他不可以再继续做下去了 他每一次呢 都是误判的 大家看回前期 那么我们就不再讲了 我们来主要分析一下 这个疫情的那个趋势 会一直在想 这个大马的疫情到底真是真之家 有啦 的确是有人中啦 有人死是真的啦 但是呢 绝大部分 绝大部分 绝大部分现在都是tools 都是工具来的 而且现在他们现在学会了 所以刚才科技疫苗跟你讲咯 下次要选举的时候 哇 科技疫苗没有效啊 科技疫苗才是35%啊 每打科技疫苗出去你就死啊 哎哟 每个打科技疫苗的 又不敢去投票了 下次要投票的时候呢 华人嘛 华人选举总不支持那个火箭嘛 哇 那个华小的疫情大爆发啊 十件华小关掉啊 二十件华小关掉啊 那个华小啊 哇 发到怎样怎样啊 华人又不敢出来投票了 啊 他省至那个火箭的堡垒区啊 都给你攻破啊 只要在华小那边给他疫情大爆发 就知道了啦 哇 每个华人人心惶惶啦 原本啊 那个可以赢万票啊 赢十万票的那个火箭损区啊 他都会拿疫情给你搞掉啊 他只要让几件华小爆发一下就可以了 啊 自胜翻程式啊 哎 哎 我这 用这招一定大胜的 我跟你讲啊 连那个火箭的堡垒区里面都能够攻得下来啊 一定大胜啊 啊 那么 你们讲到这样 结果现在呢 在新加坡的那个损名 马六甲的损名呢 是在新加坡的 人家不能回来投票 很多很多情绪是投票给地盟的 我知道的 吃水烂他们不能回来 你们呢 啊 哎 人家那个国阵啊 你看国阵都没有SOP的嘛 都没有疫情没有SOP的 啊 其实啊 国阵都要烂他们在新加坡的 国阵之前啊 他有点蒙蔽了 如果他早一个月把新加坡的人放回来 他今天国阵都会赢这么多啊 还会输吧 跟你讲啊 你们自己不要吗 喂 喂 没有SOP啊 怎么可以让那个新加坡的人回来啊 哇 你们这个防疫团到什么样子啊 你们这个失败政府啊 那你可以随便让新加坡的人回来 谁讲的反对讲讲的 可是中了 人家讲到回来隔离七天什么 谁骂 反对讲骂他呢 现在人家外国的不能够回来投票了 啊 中计中计 完全中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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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他们完蛋了 他们只要拿疫情来讲了 嗯 到时又很严重了 哎 新加坡又不可以回来哦 所以他选取的又大胜了 等下可能那个国阵听懂我讲这个东西呢 他马上把那个新加坡VTL关掉 从国大省投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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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TL才打开新加坡人才回来 哼 大省啊 啊 啊 所以我们要有那个智慧呢 去看穿这个政客的整个阴谋 看穿他们的这个做法呢 啊 所以我们不能够呢 今天当时就讲到这里 那么今天这样的课题呢 大家有什么 相信大家应该触犯了你们很多很多的想法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回再见